好另外昨天呢为您报道过的就是因为这个怀孕结果这个男友不要这个凌晨呢在淡水车祸身亡的邓姓女子不但呢她是这个淡水地区的包租婆自己本身也是选美小姐三年前还在美国参加了亲善小姐的选拔赛入围决赛外形相当亮丽的她甚至当过夜店DJ以及造型师 不过呢却因为这个男友不想要小孩为了找男友理论喝酒开车车祸身亡也留给了亲友无限遗憾 大家好我是六号邓一席安吉丽娜谢谢 镜头前展现活泼亮的一面邓姓女子除了参加选美还当过夜店DJ及造型师 一张张照片记录她多彩多姿的日常生活喜欢小孩的她一直想要有自己的孩子 没想到最后却因为怀孕的事和男友争吵死于非命 连书上死者不止一次抱怨自己怀孕后男友不关心她更不想要小孩 每天晚上只顾着喝酒还说自己好可怜 11月26号死者百般不愿意选择堕胎 连书上向肚子里的孩子说抱歉她也没办法一个人把孩子带大 此后女方和男友多次剧烈争吵直到12月3号凌晨 死者对男友下达最后通牒说你不来找我我就去找你 之后喝酒开着200万名车父亲找男方理论 没想到自撞安全岛车毁人亡 意外突如其来家人完全无法接受 死者高中移民美国前年才回台湾靠当包租婆为生 本来想要重新开始 未婚怀孕男友却不愿负责 最终酿成悲剧难以挽回 未经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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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